生意哽咽顫抖 江小姐控訴她的丈夫是新北市某國中老師 但常年受到對方家暴 秀出臉上的傷痕還有驗傷丹 和床上的寫字說結婚二十年來 施暴次數超過千次 痛批為人師表她還會單獨在女學生出遊 江小姐說她的先生邱老師 不只對她肢體暴力 言語暴力更是誇張 除了羞辱自己的骨肉外 還數度出言恐嚇 甚至在雙方還沒解除婚約時 就明目張膽帶小三出遊 議員呼籲新北教育局要查清楚 別讓會動手打老婆的人成為學子的最壞榜樣 TVBS新聞帳號報導